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今天我都被東西給擋住了 我們要來開箱一個螢幕支架 還有一個螢幕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從這個螢幕支架開始吧 它比較不佔空間 我的頭才可以露得出來 會再買一個螢幕跟一個支架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發現一個螢幕真的不夠我用了 我現在用的螢幕是VC239H 然後配上他們家的T58-C01的支架 這兩個東西我之前都有開箱過 尤其是那個螢幕真的蠻特別的 應該說我跟那個螢幕很有緣分吧 在我一年多前去挑螢幕的時候 我就看了一堆螢幕 然後就挑了那一台VC239H 然後在前年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去買了一個螢幕 那那個螢幕也是我去到現場去挑的 也是挑到VC239H 也就是說去年跟前年我在挑螢幕的時候 這麼多螢幕裡面我都挑到了同一台螢幕 代表那個螢幕的表現應該不會太差 才會讓我在這麼多螢幕裡面 每次都挑中它 可惜的是 VC239H現在已經沒有賣了 所以這一次呢我就買了另外一台 那這一台的話我是沒有去現場看 我是直接在網路上面買 它是VA24D 因為我想說它是第二個螢幕 所以對於它的發射跟表現就沒有特別的要求 主要是輔助用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開箱它 然後看一下它跟我原本的VC239H有什麼差別 至於支架的話我原本用的是T58-C01 然後因為那個也沒有賣了 我原本是想說買兩個一樣的 可能它的高度會比較一致 那因為沒有賣了 所以後來我就改買這一個 是T55-C01 我也不知道它的差別在哪裡啦 反正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看看 那這個我買下來好像不到700塊錢的樣子 就整體來講是還蠻便宜的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給拆開來吧 裡面有說明書 然後這一次的包裝好像比之前好耶 之前是一個盒子 然後還蠻硬的紙盒 那這一次有用保麗龍來把它包起來 那裡面有整個安裝的說明 然後有配件的清單嗎 好像有配件的清單在這裡 所以像我們這種東西啊 組裝之前都要先確定一下 配件有沒有少 不然的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吧 它的保麗龍是有挖凹草的 所以全部都會把它放好 然後這裡有一個吊牌是告訴你 這個東西在打開的時候它有彈力 要小心 不然的話會傷到自己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先把它打開來 好它的螺絲 是有這樣幫你編好好 然後一格一格放好的 好然後這個是一些其他的配件 那它裡面本身是有附桌夾 你可以用夾的 那你也可以用鎖的 就是它有兩種版本可以去使用 那你就可以自己挑 如果你的桌子是有一個洞的 你就可以直接鎖 那這個桌夾的話 我記得它有一個限制的大小範圍 那我的桌子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大家要買的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它的規定的那個厚度跟它的範圍這樣子 那這個號稱是可以用2到9公斤啦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那就是這個東西要把它拔掉之前 要注意它會彈開來 所以我要很小心的把它給弄開 這邊有一個按鈕 你把它壓下去 這個束帶就會開 所以你在壓的時候 你的手要撐住它 不要讓它整個直接彈開 不然會很危險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先打開來 打開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這個有7.5公分跟10公分的一個版本 你都可以裝 它的洞是開兩種的 好那我們現在呢 先把它裝上我的桌子 那這個東西它裡面是可以長線的 那我看到網路上很多人建議是 線要先長好 你不要整個東西都架上去之後才長 這樣的話會比較不好長一點點 好那我們先把它裝上去 然後把線給長一長吧 我先把這個長線區的螺絲 把它卸下來然後打開來 這樣等一下在長線的時候比較方便一點 第一個我們要先把這個鎖上去 它其實說明書上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把它鎖在這個位置 好把它對準這個洞 像這樣 然後有三個E螺絲 好我們就把它鎖上去就可以了 它有附這個六角的螺絲起子 好所以我們用它那個下去轉 它這一次這邊有做墊子 不像之前舊的那一台 那台是底下你要再放一大片的墊子下去 所以設計上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是要做夾子的嘛 所以呢我的這個螺絲 要把它這兩個鎖在一起 那依照你桌子的厚度下去鎖 比如說你的桌子如果比較厚的話 你就要鎖在這裡 好那如果你的桌子是比較薄的 像我桌子比較薄 我就要鎖在這裡 那它是有一個厚度的一個參考表 好那你可以看那個說明書上的那個參考表 來決定你的這個到底要鎖在哪一格 那像我的就是要鎖在上面的這一格這裡 那我先把它鎖起來 鎖好之後 我們再來就可以把它鎖上桌子了 那它這次這組這裡也有棉墊 舊款那個T58 C01是沒有的 它就是直接這個金屬就會磨到桌子 那有做棉墊的話呢 跟這個有墊子的話 它就可以保護桌面不會被這個東西給弄壞這樣子 好我們先把它夾起來吧 於是我們就把它固定上去了 那這個都是可以360度旋轉 只是說因為它是新的會比較緊一點點 那轉久了希望會鬆一點點 這樣比較好轉 上面這個也是可以360度旋轉 那這個地方它是可以上下有一定的角度 然後本身這個也是可以這樣轉的 所以你要把螢幕轉成橫的也沒有問題 然後上下的這個程度 那包含說這個東西它是可以下壓上去 那從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調節鈕 你就是壓到你要的程度之後呢 就把它鎖起來 然後它就會固定在那個位置 可是根據我前一台的使用啦 就是用久了之後啊 它還是會有一點鬆鬆的 就是可能比較難去維持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就是用了非常久之後會有這個情況啦 那我們現在先把螢幕也開箱 然後等一下再把螢幕給掛上來 接下來我們來開箱這個 華碩的VA24D這個螢幕 那因為它是屬於窄框的螢幕 所以你再把它拿出來的時候要注意 你要從最底下的那個支撐點拿 不要從旁邊把它抓上來 好那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打開之後上面這裡是它的上保育龍保護蓋 然後有附一條HDMI的線 這個保護蓋把它先拿起來 像這種原裝的盒子跟保育龍 如果你是學生然後你現在在外地讀書 然後你買了這個螢幕的話 建議你最好可以留起來 因為當你要回去的時候 這個東西你才可以用記的 不然的話螢幕如果裝在一般的紙箱 沒有這樣完善的保護 用記的有時候會出一些問題 所以如果你把保育龍給丟了 然後原裝的紙箱給丟了 那你的螢幕最好是請人家開車來 小心翼翼的把它載回家會比較好 好我們現在把螢幕拿出來 記得要抓它最底下的支點 好了這個就是螢幕本身了 那其實在現場我去取貨的時候 雖然我是網路訂 但是我是選現場取貨 然後現場我其實是已經有開機檢查過了 就是確定它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我先把它的其他配件拿出來 它有一個底盤 不過我們不會用到 還有VIP會員保固登錄通知函 另外還有一條電源線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螢幕裝到支架上面 然後再來跟大家介紹這個螢幕 好啦我現在螢幕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我在掛的時候 我會先把這一個 因為它這個可以轉 那螢幕掛上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向下的力道 它會變成垂頭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先把它 這裡的壓力 好這個可以去調節 把它轉緊 好那這樣的話呢 它等一下我們在掛的時候 它就不會這樣子晃動 那等我們掛上去之後 再把它調節到一個適合的鬆頂度 好所以我現在先把它轉緊 接著我們要把螺絲鎖上去 它裡面有附兩種不同粗細的螺絲 你就依照你螢幕的螺絲大小把它鎖上去 然後這個上面是有墊片的 好所以記得要上墊片 不要直接鎖 好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先把它給放上去 好我現在轉這個方向 上面這裡有凹槽的部分 這個是要朝上的 然後我們的墊片 這個墊片是要在這個方向 而不是在裡面 所以呢我就把它整個朝外 然後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邊把它直接掛上去 掛上去之後我們再把它轉緊 好這樣的話呢會比較好操作 就是你一個人組裝的話 才會比較好組裝 好我們現在把它鎖起來 下面那兩個孔也是一樣 用這個墊片跟螺絲 然後把它鎖上去 那我們在鎖的時候啊 都是先不要轉到最緊 我們是先把它鎖上去而已 等一下我們再用對角的方式把它轉緊 這樣會比較好 好我們四個都鎖上去了 接著就把它照著對角 把它稍微轉緊 稍微的轉緊就好了 不要轉到太緊 因為這種東西是不用轉到那麼緊的 然後記得是對角的轉 就是我先轉這裡之後換轉對面這樣 這樣它的濕力才會平衡 好了於是我們這樣子就把它裝好了 那當然螢幕支架在用的時候 是不建議像我這樣整個拉出來 因為這樣的話整支都在外面嘛 最好是它能夠一個部分是在桌子內部的 比如說像那邊那一個 我先把它轉回去 比如說像是這個樣子 有一支是在桌子內部 然後一支出去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剛剛下面這裡是有一支這個的嘛 我現在把它拔掉了 這個就是要把它打開 這個可以打開拿下來 現在這樣不好開 打開拿下來之後 螺絲把它轉鬆 就可以把這支腳拆下來了 這個是本來要讓你鎖在那個底盤上面 因為我們是用螢幕指甲 所以就用不到這個東西 最後我只要把線走一走 然後把這兩個盒子鎖回去 這樣子就OK啦 這個螢幕看起來是把變壓器 直接做在這個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比較厚有沒有 那邊整個是平的 所以呢 它的變壓器是做在這個裡面的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線直接接上去 這樣有好處啦 就是你就不用再接一個變壓器這樣 可是這樣變成說 電源線感覺好像有點短 我不確定能不能接得到 我的延長線的插座的地方 我剛剛發現我這兩個白拆了 因為它這個的線路設計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走線 因為像它這個的電源線是小小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藏進去走 然後它又很長 那這條沒有它就這麼短 所以直接接到我桌子底下延長線 只能走一直線 不可能這樣子繞下去 所以呢 我現在還得把這個 藏線的地方把它給裝回去 好啦我現在把兩個螢幕並排在一起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表現了 那透過這個手機錄影呢 你們可能比較難看出它的差異啦 不過以我自己用肉眼在看啊 我覺得左邊這個螢幕 就是我新買的這個螢幕 它比較稍微偏紅一點點 然後在相同的設定之下 就是我目前兩台螢幕的設定 亮度啊對比啊什麼是完全一致的 左邊這台它的對比是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暗部 就不會像右邊這台這麼明顯 那這裡你可以看得出來它的發色的部分 剛剛那個人臉的皮膚 就是有稍微一點偏紅 所以這台如果把色溫 大概紅色的部分降到90 它整個顏色比例可能會更好一點點 那這個地方就看得出來有沒有 黑色的部分 因為它對比的關係 黑色的部分這邊看起來是顯得更黑的 那事實上來講應該要說 右邊這一台它的對比不夠深 當然它可以再調 因為現在兩台的對比都是80而已 但是在同樣的數值之下 左邊這台的對比是比較明顯一點點的 最後來分享一下心得吧 這一次買的支架跟螢幕 我覺得都比之前的再更好一點點 這一次的支架它本身上面就有墊片 不用再另外加裝 然後整個安裝的過程其實也都還蠻容易的 那螢幕的部分 除了它的顏色本身有更加飽和一點之外 它的喇叭也比較大聲一點點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 之前VC239H的喇叭聲音比較好聽一點 雖然它比較沒那麼大聲 但是我個人覺得聲音好一點 不過整體來講這兩個螢幕的表現 其實都非常不錯 上面都可以做很多的調整 就可以把它調成你自己比較偏好的樣子 那現在把它改成了雙螢幕 相信我在之後的直播 或者是我在影片剪輯上的效率 可能都會更好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分享《無損遺己有助他人》 我是瑜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